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吸血鬼电影 小伙儿因为拒绝了女儒的爱,被封印在棺材200年的故事 故事要从1752年的美洲说起 自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 丰富的资源吸引了一大批淘金者 男主巴纳跟随着父母远渡重洋 依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商头脑 巴纳一家在海边建造了生意庞大的渔场 趁此机会,巴纳一家赚取了巨额财富 他们一家用这些钱建造了豪华的别墅 并将其命名为克林伍德庄园 时间转眼已经过去了20年 当年的小巴纳已经成为一名花花公子 他和自己的女仆安琪发生了一些关系 在当时等级比较森严的情况下 卑微的安琪根本没有可能嫁给巴纳 巴纳也只是打算玩一下而已 没想到事情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安琪表面上是庄园的女仆 暗地里,她却是一个拥有超强魔法的巫女 安琪将巴纳的风流锅甩到了她的父母身上 利用可怕的巫术将她的父母杀害 聪明的巴纳知道自己父母的死不是偶然 她开始钻研妖术和古老的咒语 然而并没有什么软用 这期间,风流的巴纳第一次真正的爱上了一个女孩 乔瑟 发誓要和乔瑟永远在一起 直到海库石烂 恰巧被女巫安琪装个正着 心生嫉妒的她再次动用了魔法 诅咒乔瑟会走向寡妇山悬崖 然后跳下去 巴纳眼睁睁地看着事情的发生 却什么也做不了 绝望之下,巴纳跟随着跳了下去 可是,她并没有被摔死 反而因此获得了永生的能力 安琪诅咒了巴纳成为吸血鬼 永生永世活在痛苦之中 这还不算完 安琪煽动了小镇的居民 用棺材将巴纳囚禁在黑暗之中 跟随着安琪诡异的微笑 时间来到了1972年 来自纽约的维多利亚独自一个人乘坐火车 她看到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特意大老远跑了过来 奇怪的是 维多利亚和当年的乔瑟长相一模一样 由于路途遥远 维多利亚搭乘了旅行团的车 车上的这群人 都是追求灵魂自由的流浪者 过不了多久 有人会真正地帮助他们达到那个境界 维多利亚前来应聘的地方 就是克林伍德庄园 此时的克林家族早已没落 富丽堂皇的大门现如今秀气斑斑 庄园各式各样的名贵鲜花 现如今都被种上了南瓜 高傲的贵族走上了种菜的道路 唯一气派的东西可能只剩下了古堡 经过了两百年的风吹雨打 古堡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古堡的主人换成了巴纳的远亲 由伊丽莎白夫人当家做主 古堡当初设计是需要一百个庸人打扫 现在执行了萎靡的男仆 和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家中的其他成员也是各种奇葩 整天追求各种潮流 放荡不羁爱自己的女儿卡洛林 肆意鬼魂的弟弟罗姐和他不太爱说话的儿子大卫 小孩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 就扮演白幽灵吓唬他 大卫的妈妈在一次海上意外丧命 导致着大卫从小留下了心理阴影 大卫一直相信妈妈是不死今生 时常会看到妈妈的鬼魂 维多利亚不仅没有教导他的学生 反而说有人可能会看到不同维多的事物 有些人天生就能够看到幽灵 家中还有一位神经兮兮的医生霍夫曼女士 晚饭过后维多利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收拾 门口突然出现了蒙着白布的东西 维多利亚本以为是大卫再次搞恶作剧 没想到竟然是桥色的幽灵 奇怪的是维多利亚并没有感到害怕 他跟随着幽灵看着他演示了当年跳悬崖的场景 这一天小镇的施工队正在抢修管道 挖掘机意外的挖出了一口棺材 出于好奇心 他们将棺材的铁锁剪开 因为他们的无知 工程队十几个人都成为了亡魂 里面关押的正是吸血鬼巴纳 作为远古时期的人 巴纳对当下的世界很好奇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宛如跨越了两个世纪一样 貌似他真的跨越了两个世纪 巴纳回到了自己亲自建造的古堡 他用魔法迷惑了男仆 得知了克林庄园的情况 克林庄园当年花费了15年才建造完成 里面精美的雕像 都是世界上手工最好的艺术家创造 实际上的每个接缝都含有一颗珍珠 整体融合了欧洲典雅气质 又融合了美国狂野之风 古堡中藏了很多的隐蔽暗室 其中最为重要的房间 藏了克林家族的财富 他和伊丽莎白达成了协议 大映密室的财宝 只有他和伊丽莎白两个人知道 条件是 让巴纳重新掌管克林家族 同时伊丽莎白也会保守 巴纳是吸血鬼的事情 巴纳被封印的200多年 克林家族被诅咒笼 家中总是出现女巫 幽灵和吸血鬼的传闻 鱼业生意一路惨淡 被对手天使海湾彻底封杀 开港的船有90%都是他们的 他们的老板就是女巫安琪 经过200年的发育 安琪的产业早已成霸一方 他从手下得知工程队的惨案 第一时间开车来到克林庄园 巴纳见到安琪 气就不打一出来 没等他发火 安琪的一个热闻 整得巴纳心潮澎湃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我们曾经是多么快乐 难道你忘了吗 话说安琪的样子 用妖媚来形容 最为适合不过了 既性感又充满吸引力 果然是妖女 怪不得巴纳被人家耍得团团转 伊丽莎白终于知道 家族为什么会如此衰落 他和巴纳商量过后 决定重振克林家族当年的熊风 首先故人将古堡重新打理一下 重新建造加工工厂 最后他需要一个安静的棺材来睡觉 最为关键的一点 他需要有人提供货 船长们的老大告诉他 信誉最为重要 不过在魔法面前 再坚强的意志力也没有用 就这样 巴纳解决了重振家族事业的所有事情 一天晚上 医生霍夫曼借由帮助巴纳检查身体 趁机催眠了他 知道了吸血鬼的秘密 霍夫曼找到了伊丽莎白 怒斥巴纳是为什么瞒着他 伊丽莎白指示说 只要能振兴家族 管他是人还是吸血鬼 再者说 他也是克林家族的一员 另一边的巴纳和一群流浪者坐在一起 他们就是之前帮助维多利亚的人 巴纳需要血 所以这群人很悲碎的被吸干 当安琪知道巴纳迷惑船长后 非常生气 命令自己的手下安排了一次见面 安琪给了巴纳一张巨额支票 想让他不再参与生意 巴纳其实见钱眼开的人 他果断了拒绝安琪的无理要求 并认为 安琪这么做是在践踏他的尊严 他会抗争到底 明明说的这么正直 最终却倒在了安琪的石榴群底下 谈判演变成了一场恶战 破坏了办公室的一切 巴纳事后还不忘吐槽 尽管过了两百年 我还是无法抵抗你身体的诱惑 可耻 但他并没有因为一场快乐放弃生意 他还是决定要重振家族 这就是典型的办了事 还不跟人家钱的无赖啊 得了便宜还卖乖 巴纳你真行 霍夫曼医生想到了一个可以治愈巴纳的方法 通过替换掉巴纳身上的血 让他恢复成人类 实际上 他欺骗了巴纳 他利用巴纳的血 让自己重新恢复青春 当巴纳知道后 满足了他涌住青春的想法 一口将他吸个干净 然后丢进了大海 这一天 巴纳邀请了摇滚歌星 在古堡开启了party 趁此机会 巴纳向维多利亚表白 维多利亚告诉巴纳 自己从小就能够看到乔瑟的幽灵 家人认为他患有精神病 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待就是十多年 长大成人后 他逃了出来 乔瑟的幽灵一直紧紧的跟着他 来柯林古堡应聘 就是乔瑟的主意 他的使命或许就是替代乔瑟 维多利亚和巴纳 理所当然而走到了一起 这一幕恰巧再次被安琪装个正着 他的嫉妒心再一次爆发 威胁巴纳 如果不想看到现在的女友跳圈牙 就和安琪一起合作当老板 兼职他的男友 身为堂堂无耻男儿 巴纳怎么可能会接受威胁 不过 转身他便被锁进了棺材 扔进了一个墓穴 用巫术将加工厂烧掉 巴纳之前吸的人都被扔在了工厂 这件事被小珍的警察知道 带着小珍的所有人来到了柯林状园 打算彻底消灭掉柯林家族 可惜的是 巴纳被大卫给解救 大卫声称是他的妈妈幽灵告诉他的 事已至此 安琪也不怕被人知道真实身份 他直言告诉巴纳 乔瑟是他杀的 他的父母也是 之后还杀害了大卫的妈妈 让狼人咬了卡洛林 他们家族的诅咒都是他造的鬼 巴纳虽然十分生气 但是实力不允许他报仇 还没出手 便被安琪给困住 最终 弱小的大卫站了出来 他的妈妈要报仇 死后的大卫妈妈化作幽灵 一直陪在儿子身边 就是期待有这么一天 能够杀掉安琪 一股巨大的能量 冲击了安琪 他最终还是被打倒了 安琪对巴纳的爱是真的 但是爱得有些过分 有些自私 爱情不是将这个人归为己有 全面地占领他 不能因为你爱一个人 就残害了他周围的所爱之物吧 安琪是一个悲剧 爱得让人接受不了 尽管他最后把心逃了出来 也无法改变现状 安琪和巴纳道别之后 便领了便当 他的诅咒并没有因此消失 维多利亚再一次走到了寡妇山 在跳崖的那一刻 巴纳及时赶到救下了维多利亚 他告诉巴纳 他生活在光明之中 巴纳生活在黑暗之中 巴纳是长生不老的 而他终究会老死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巴纳紧随其后 在半空中摇了维多利亚 至此 两个人都成为了永生的吸血鬼 看到这里 难道说巴纳爱就不是自私的吗 巴纳为了自己的心爱之物 忍心让他成为吸血鬼存活 他和安琪没有什么两样 爱的都是那么自私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安琪是单相思 他们是相爱 只能可怜下多情的安琪 喜欢一个人两百多年 也没有打动人家 本片作为一部黑暗戏科幻 更多的精彩部分和安琪的颜值 有很大关系 德普的演技也是一大亮点 非常适合当爆米花电影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